其實我們的政府想要把整個就是我們的環評直接交由開發單位自己來做自主自決 問題是他們是想要去學美國這樣的一個方式 可是為什麼美國可以這樣做 是因為美國他們有很完善的司法和救濟制度 所以當今天一個開發案是不合理有問題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人民可以循著這些司法的救濟制度去尋求他們的正義 可是我們國家的狀況呢 大家都很清楚 從我們中科三期 那個時候法院判決出來說那個環評是無效的 我們的環保署做了什麼 登報 告訴我們所有的民眾說 法院的判決是無效用無意義破壞環評體制 今天連環保署都會說出這樣話了 當這個東西是被交給開發單位的時候 大家覺得開發單位還會理會外界的聲音嗎 同樣的美麗灣的案子也是一樣 先前台東的法院也認為他的建造無效 可是現在同樣又在這樣從狀況再上演 是台東縣政府根本不管法院做出來的判決 執意就是要讓美麗灣補考到過 所以這樣的一個制度 交給開發單位自己來自覺的制度 是不可能在我們台灣去實現 這樣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而整個社會就沒有公立建議可贏 好那我們還有兩個環境要發言